截至25号 中共官方称 南京疫情传染链传到五省八地 共97人 26号 南京市宣布新增4个高风险地区 包括江宁区 路口街道 维和区域 路口街道石垫村 白云路社区等连片区域 路口街道同山社区等连片区域 另有25个中风险地区 南京江宁区紫禁院小区的方先生告诉记者这轮疫情的情况 南京25号 新增确诊38例 多人在机场工作 还有三名高中宿舍管理人员 这波疫情感染毒株为Delta变异病毒 扩散力和传染力更强 源头也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它是在机场的例行检测当中检测出来的 然后慢慢的就是一下子擦出来那么多 一个可能是前期反反意识不强 二一个就是可能有些工作细节不到位 现在大家都打了疫苗 这和去年相比可能就有点不是那么紧张了吧 方先生透露 当地大多已施打两剂国产疫苗 但对Delta病毒保护力不够 7月25号 广东珠海报告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19号曾在南京路口机场乘坐班机抵达珠海 江苏宿迁 四川绵羊现有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近期去过南京路口机场 沈阳已报告四例 近期有南京旅游史 7月26号 南京路口机场航班全部取消 27号起 南京八个长途客运站停运 计程车不得离开南京 新淘导记者 宏宁 林岑星 刘芳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月26号起 南京路口机场